我們看122月第二題 這邊是學測的考題 那題目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文字題 所以主要考文字描述的部分 那這邊題目我們來念一下 它說貨品避免成本變動而造成 售價波動太過劇烈 所以它現在定的方式是這樣子 當週售價相對於前一週 售價漲跌幅定為當週成本 相對於前一週成本的漲跌幅的一半 這句話 這句話比較難懂 就是它直接就考這句話的重點 那什麼意思喔 還沒有看懂的話我們往下 它說如果下表中喔 第二週的漲跌幅100% 那 第二週售價漲50% 等於說成本漲100%的時候阿 賣價 成本跟賣價不一樣喔 售價是賣出去的 那成本是你進貨的 它說漲50% 那一直定價方式咧 它要下表的資訊來判斷 然後這邊定義什麼叫漲跌幅 這漲跌幅一樣啦 就是你增加的那個差距阿 跟你的前一週比較 這個定義差不多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那這樣的什麼意思喔 我們來看一下 描述 我們看一下認知的方式 是不是我們理解的 那如果看不懂的話 我們看一下慢慢來齁 這邊它有給個明確例子 因為它有給四週 可是第一週跟第二週都有給數據 所以我們可以大概估我的想法 是不是這樣子 它的意思是說 我們會有個成本 會有個售價 然後它們的都有變動關係 那它設定的變動是說咧 成本的變動跟售價的那個 變動漲跌幅是2比1的關係 一半 所以我們看有沒有算對齁 那我們也增加了比例阿 這邊 50到100% 它增加的喔 成長率 漲跌幅是百分之百 因為你從50到100是變兩倍 那變兩倍的話 增加的幅度是百分之百 多了一倍 好那照它的定義的話咧 這邊應該是多了百分之五十 那如果多百分之五十的話 你一百 那多應該多六十吧 所以你一百二加六十等一百八 欸有耶 所以很明顯 這我們認知的想法應該是一樣 所以我們讀題應該是沒有問題 是不是它應該是這樣想 那一時類推的話咧 這題要比SY的範圍 其實這個SY可以算得出來 不用範圍啦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不是可以往下 所以你從一百到五十的話 你是不是 少了多少 少了百分之五十耶 所以你的那個 那個 漲碟幅應該是 減少五十 因為你變成二分之一倍 你變成二分之一倍 你變成二分之一倍 是不是少二分之一倍 好那它的規定是說 你的漲碟幅唷 售價 也要照這個關係 是減二分之一 所以它要少掉什麼 少掉百分之二十五倍 呃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 那在數字上 少百分之二十五的意思 就是 打折嘛 你少掉百分之二的數字打七五折嗎 所以它是零點七五倍 這邊是零點七五倍的意思 就是 一減掉零點二五 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是不是一百八乘上 零點七五 是不是可以找出X 所以我寫旁邊 一百八十乘上零點七五 零點七五是不是四分三 好 出來應該是一百三十五吧 好 所以我X已經知道了 好 那同樣概念的話 五十到九十 是不是再一次 它是多了四十喔 五十到九十是不是多了四十 那多了四十的差距的話 是跟原本的五十做比較的話 它是多了什麼 百分之八十 OK嗎 0.8嘛 就是百分之八十 好 那你多百分之八十的話 它的售價是不是也要加 那它是一半嘛 是不是變成多百分之四十 那多百分之四十的話咧 那這個價錢是不是變成 一三五的 多少 不是0.4喔 是1.4倍喔 所以這邊要乘多少 我用紫色標 是變成1.4倍 所以在這邊的Y的 十啊 直接可以用一百三十 乘上1.4 好 那我寫在下面 一百三十乘1.4的話 是不是十分之四 好 我們來約分一下 五分之七嘛 所以五 我二十五計三十 是不是二十七乘七 所以存出來是 一百八十九 好 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我們來看選項 Y要大於一百八 對 所以這有 然後再來我的X是一百三十五 所以是借到這兩字間 所以這個也有 所以這點我們選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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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